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特別是你步驟如果沒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看到長得像 我現在的這個 樞紐表的一個VBA程式 不過它非常冗長 但是有幾個地方 你們其實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如果假設你剛剛錄製的動作 沒有錯誤的話 那有幾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哪些地方呢 錄完之後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行是should.add should.add是甚麼意思 就是新生工作表的意思 第二個的話它會產生 在這個工作部裡面 產生一個叫pivit 就是樞紐分析的catch 也就是說它在產生樞紐分析表 會先做一個catch 所以剛剛有同學來問 它拖拉的時候發現沒有黏這個欄位 沒有黏這個欄位可能一個狀況 就是說它這個資料沒更新 所以沒更新的話 可能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沒有看到黏對不對 你做了沒有 那請注意看上面有個重新整理 你就把它重新整理 它那個catch就會重新再去抓 你目前來源的資料裡面的結構 但是目前好像比較少遇到 不過剛剛有同學來問 我順便講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錄下來的東西有哪些地方一定要刪掉 我跟各位講幾個地方要刪 第一個 請你看catch.create 後面的話有一些敘述 其中第一個一定要刪掉的 就是說裡面有兩個version 一個叫version等於7 一個叫defaultversion等於7 那這個7的話是Excel的版本 也就目前我用的版本 對它而言是版本是7 至於這個7到底什麼意思 可能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但我如果不想說將來 把這個檔案換在另外一天 電腦不能run的時候 記得請你把 豆點version等於7 delete掉 還有defaultversion等於7 delete掉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這個版本OK 但是別的版本不OK 因為它固定是7 可是如果你用的另外一台電腦Excel 它不是版本7 那就會卡住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還有哪個地方會卡住 第二個 請你看一下 這個source data指的是什麼 資料驚嘆號 有沒有發現 資料驚嘆號 資料驚嘆 驚嘆號前面指的是工作表名稱 所以我這邊已經改了 那這個沒問題 可是呢 下面這個叫什麼呢 destination 有沒有 叫table distance 就是說呢 你要把這個表格放在哪裡 的一個敘述 那這邊是工作表4驚嘆號 工作表4 指的是哪裡呢 指的是這個 可是你說老師不對 你現在變工作表5 那R3 C1 其實這個C指的是藍 所以這個是A R指的是列 所以A3 所以應該是放在這個位置起點 所以意思是說 你要放在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哪一個位置啊 所以有個地方一定要刪掉 哪個地方呢 工作表4驚嘆號 OK 意思是說 因為將來呢 你在插入新的樞紐分解表 他的工作表名稱絕對都不一樣 所以請你把這個刪掉 就沒問題了 所以我剛剛有刪掉 重點兩個 一個是version 冒號等於7嘛 一個是這個 在R3 C3 這個地方delete掉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問題 你現在沒有工作表名稱的話 會不會出錯 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假設 你現在所在的工作表就是這個位置 同樣工作表 那就不用跟他講 說你是在哪個工作表 他就知道 在這個A3 因為我們只要add之後 這個固定位置就出現了 所以那個可以刪掉 所以記得 我剛剛已經刪掉兩個 一個是version 一個是 那個什麼工作表 可能是4吧 可能是多少 你們每次錄的也許不一樣 那再來的話 底下 這個底下的這些 包含什麼呢 哪個工作表 這個一樣要刪掉 這個也要刪掉 因為你會發現工作表4 點delete就是點到那個 目前當然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一定會發生錯誤 那優標點沒關係 另外底下這邊有個什麼 叫Active Pirate Table 底下有一大堆的東西 with到endwith 其實跟各位講 這些通通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些都是預設值 預設值其實沒有沒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從這邊這兩行 到底下這邊delete掉 然後我把它分開來 所以上面這個應該是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們是什麼 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所以你會發現可以加速解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插入樞紐分析表的設定 所以我們有拖拉到列還有拖拉到藍有沒有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地方這個 其實就是第二個 就是再把那個黏拖拉到列 不是 拖拉到尺 所以這個應該是年 所以這個應該是年 再來隱藏那個什麼 隱藏那個 隱藏那個 隱藏102 103 跟112 OK 好啦那這樣應該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刪了還滿多東西的 然後最後的結果大概長這樣 其實就可以run了 來試試看喔 如果你假設改改改的 然後增加我們需要的 其實再來就亂看 其實基本上就OK了 試試看喔 在4的時候 請你把舊的這個刪掉 把它刪掉 我們來試試看喔 所以這個改完之後 一樣就是從資料這邊出發 那如果你不確定說是OK的 我建議是按F8 所以F8按一下 Add 新增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Add 它這邊已經變成工作表7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剛剛這個地方沒改的話 它一定發生錯誤 因為它找不到來源的工作表名稱 所以只要留下R3、C3就可以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增加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應該是它的設定 所以這個設定 我不確定可不可以刪掉 我先保留好了 所以有時候如果 假設刪掉也可以run的話 那表示應該也可以把它刪掉 那如果拖拉到10 其實這邊 它會 它會 跑一下拖拉到值 所以拖拉到值 所以拖拉到值 值就出現了 再拖拉到列 這是拖拉到列 然後再隱藏什麼 102、103、112 OK 那這樣的話 應該就完成這個 這個樞紐分析表的聚集修改 特別是這個修改的地方 其實還蠻特別要小心的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也許我把它先 我看一下我雲端上其實也應該有 其實有這個結果 所以修改完的結果 各位也可以在這邊查看一下 這是改完的 OK 那細節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自己再稍微試試看好了 先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OK 這個是我改完的 那我把它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Ctrl Z一下 我看一下我改哪些地方 OK 那回來 這邊 它好像沒辦法回去了 最多只能這樣子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想要更完備的話 那其實還可以再加一個工作名稱 所以工作名稱的話 我習慣把它加在 當然你加在最後一行也沒關係 也可以加在哪裡 我習慣加在後面 那個敘述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在剛剛這個有沒有用過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那個 這個住宅切到下宅 剛剛有寫過 你可以把它Ctrl C 叫Active.Name 有沒有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就是 那這邊我是用的是資料 那你可以把它改叫 例年切到折線圖 OK 那現在應該就OK了 所以再試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 然後再Run它一下 這直接Run好了 OK 例年切到折線圖出現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樞紐表應該就OK了 第一個樞紐分析表 第二個的話呢 要樞紐分析圖 所以呢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是利用這個樞紐分析表的結果 然後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圖嘛 那圖的部分的話 是這邊有樞紐分析圖 所以一樣喔 你彩排一下 然後再錄製吧 如果你不會錄的話 那理論上我是希望 這個圖喔 它是在這邊點一下 然後用折線圖 有標記的這一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幫我放在第二這個位置 第二的位置 然後呢 攔寬 寬度大概十個攔寬 高的話呢 也許是十個列高 十個列高 或者更 十個的話 應該到十一列這裡吧 OK 大概長這樣 如果我有一個要求 希望它 不知道好像太窄了 大概到十五 十五 OK 好 然後上面的標題 也許也是一樣改一下 比如這邊改成叫 歷年竊道折線圖 然後把這個東西 這個叫圖曆把它拿掉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喔 當然呢 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 是也OK 可是用人工變成說 每一個都要再做一次 那如果假設 你們資料非常龐大 可能必須一天 就畫個幾百個圖的話 你每天都用人工的方式 就做不完 可是如果你假設 會寫程式 這件事就簡單的 一個按鍵按下去 而且甚至你要讓那個圖 放在工作表哪個地方 都可以自由的把它產生出來 而且甚至可以在工作表裡面 把它放 你要放看到的圖 那以後一執行 你就可以知道 目前哪些資料的指標 到底是怎麼樣 你可以馬上判斷 買進買出 或者是公司的哪個產品 賣得最好 趕快進貨 趕快進貨 不然的話來不及 沒得賣 對不對 那你就延 或者是東西已經自銷 你不要再進了 一樣的道理 OK 那怎麼樣知道說 這些資料的變動 其實圖還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如果你看 雖然你看這個數字 還是看得懂 越來越少 但問題說真的 你看很久你才發現 原來是越來越少 可能會有幾個時間差 但是你看圖 馬上一目了 兩者之間判斷的時差 我想應該圖還是大家最喜歡的 所以將來要怎麼樣把圖畫出來 那就是等一下要講的 所以等一下就再加一個什麼 樞紐圖的一個聚集錄製 OK 然後再修改 所以剛剛的部分 請各位先改改看 那有點難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這個也是今天最難的 所以剛剛改的 第一個 Vevolution部分刪掉 然後把R3C1前面的工作裡面刪掉 並且把底下好像滿多資料 全部刪光光 再來就是加上註解 那就至少是比較一目了然的 那我改完的結果 如果你實在還有問題 乾脆看一下雲端好了 我這邊已經有把它寫完 這個拿掉了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的第15頁地方 把它這個再加一個顏色 OK 本來是黑白的有沒有 我用透過這個Core Pretty 就可以馬上把它換個顏色 這樣速度快很多 這個Core Pretty也是程式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有這東西的話 真的方便很多 不然的話你自己在那邊 瞧顏色 哪個要放哪個顏色 哪個要放哪個顏色 哪個要很慢 所以很多時候真的 由於已經寫好的程式 你的流程就非常順暢了 做事情就不用 可能要非常多的步驟 好啦 試試看好了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使用這個資料的觀念 如果你懂得這個觀念 我想你做事情的效率 絕對不可能太慢了 OK 好 試試看 OK OK OK